重要与地方大力推行长照政策 但在偏远山上的达官社区 就连到最近的和平区卫生所也要超过30公里 就医相当的不方便 加上部分园民长辈不符合中低收入的资格 碍于自付额的考量往往拒绝长照服务 为了避免园乡长辈成为长照的边缘户 由公益基金会就主动捐赠100万元给达官社区 并指定要补助市府推动的 原乡长照幸福包裹实验计划 让长照制度在原乡部落实践 达官社区的原住民手拉着手围成圆圈 以太亚鼓调唱出对社会各界的感谢 过去他们就医得走到距离30多公里以外的 和平区卫生所 现在透过民间单位捐赠善款 结合市府推动原乡长照幸福包裹实验计划 未来就医将轻松许多 因为一些致富额的一些限制 导致他们没有办法享受长照的一些福利 那我们基金会在原乡部落 尤其在达官这边 我们亲自去探访了当地的一些老人 发现到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愿意抛砖引玉 我们投入了相关的一些资源 让这一些原本没有办法享受 政府长照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老人 能够来享受我们长照的一些服务 虽然我们自己要做 但是我们真的是在资源上 经济上都是很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些 那有这么好的公益团体来协助我们 我想是我们一个最大的福祉 然后我想说在我们就是老年的生活 也被政府重视 由于原乡部落部分长者 不符合中低收入户资格 需要部分负担 对部落长辈有不小压力 往往拒绝接受服务 因此市府和民间协力 并挹注资源给原乡长辈 让长辈们没有经济负担 能够接受居家服务或居家医疗 改善偏乡长照困境 那后来了解发现说 那个部分负担对他们造成 其实还是不小的压力 那但是这个部分负担是全国适用的 所以针对特别原乡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需要找一些 民间的资源来协力 那非常感谢公益传播基金会 那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需求 因为我们在很多计划的过程当中呢 事实上写的是在文字 那么落实到地方上去做 才会发现真实个案 许多许多不一样的状况跟问题 那么当然这个计划的执行呢 是一个开始 我们希望呢 它是引领下面呢 更细心更细腻去完成政府的美意 让落实到每一位的照顾上面呢 是一个最好的开始 由原住民代表致赠泰亚族信物 透过原乡长照幸福包裹实验计划 将渴望补足原乡地区的长照资源缺乏困扰 也为原民照服员带来返乡服务机会 促进长辈接受长照服务 记得张伟玲 台中采访不到 但是我们也像非常 非常 非常